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要带您来谈一谈的是 在台北市的文山区 这里有很多的明星学校 那么这么多的明星学校 到底该如何挑选呢 我们今天的委托人 就要来挑这附近的明星学校 怎么挑呢 所以很有配方的 我们今天请到两位专家 资深媒体人蔡玉珍 玉珍姐你好 女嘉好 还有助商不动产气人士主任 徐嘉欣 嘉欣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马上就来看看 我们今天委托人 他想要挑什么样的房子 我们来看他说他要挑的 就是最好是这个 政大附中旁边的学区住宅 那么他的预算呢 大概是在2000万左右 他说家里头的人口 这个他们有这个两大 然后有两小 所以希望三房 如果有四房更好 因为其中一间 就可以当做书房了嘛 另外他也想了解一下 因为呢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一个妈妈 妈妈家里头两个小朋友 一个念小学二年级 一个念小学五年级 那么现在才去搬家 到底是来不来得及 好那么待会儿要请专家 来好好帮我们这个 告诉一下这位妈妈 好我们就来看看 那么他想要挑的是 明星学校 我们来看在文山区 有哪些明星学校呢 国小有例行国小 景星国小 永健国小 智青国小 万星国小 好国中呢 有景美国中 景星国中 完全中学 有万芳 有政大附中 另外也有一些私立学校 那私立学校 其实都还不错的私立学校 像晋星像赛星都是很不错的学校 好我们就要先请教 玉珍姐 带我们来看看 在文山区这么多的明星学校当中 你会怎么建议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 他现在已经小孩子是小二 跟就两个都是小学了 那以他如果想要进这个政大附中的话 我知道一定是挤破头 因为他的名额不多 才一百多位 就是一年大概一百七十位 五班 所以我觉得说他应该除了这个学区之外 可能还要再想办法 看怎么样能够争取到说 这个成绩优秀 小朋友的成绩一定要优秀 那在那里成绩优秀 那你可以进到的 就是说可以考虑的一些学区 其实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些父母亲 为了小孩念书 真的是挤破头 那在全台北市有23所小学 跟25所中学呢 他入学的时候 父母亲都是抢破头的 那在文山里头 其实刚刚其实 之余有跟大家提到 最优秀的都会排在那个 所谓前20名的明星学校里头的 就是景星国中 景星国中的升学率非常好 他进到这个 就是第一次院第二次院高中的比率 非常非常高 然后再来 其实排行榜里面 大概就是政大附中的国中部 但是呢 因为他的人数不多 而且有很多说是因为子生的 所以算起来的 这个升学率的数字有一点差 那另外呢 就是万芳高中的国中部 他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完全中学 还有景美国中 那另外呢 特别提到就是像静星啊 再星啊 或是像东山高中的国中部 其实这些呢 都算是说 在那里还不错的学校 但是呢 政大附中跟景星 算是 真的是抢破头 尤其是政大附中 如果他真的想进去的话 我还是回到那句话 功课一定要好 对 所以很多人说 你如果想要念政大附中 你恐怕出生就必须要涉及在那 不然接下来你再用这种搬家的方式 孟母三千的方式都有一点困难 对不对 好我们接下来就请嘉欣带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呢 我们要去挑这种明星学校附近的房价也是相对的加成吗 对 确实我们来说啊 事实上就像刚刚玉琳姐讲的没有错 我们事实上整个文山区来说 比较热门的大概就三个学校 一个是景美 一个是景星 那另外一个就是政大附中 那其实这三个学校来看起来的话 因为政大附中 平然说他的生活机能是稍微比较弱一些些 所以他的房价是比较低一点 那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 如果说小孩子要念明星学校 最好全家就在明星学校附近 那以台北市来说的话 政大的一个国中部的来说的话 相对而言门槛比较低 所以很多 因为他的房价比较低 对 他房价比较低 不过其实从2001年年这样看起来 好像也是逐步在往上 对 大概涨了三成左右 那当然话 景美国中跟景星国中来说 因为他们其实有景美的捷运站 那再加上周边生活机能很强 所以其实现在 你如果要在旁边买的话 大概都要 单价都要四十几万 对 所以呢相对之下 这个政大附中 好像是全家大家可以一块 爸爸妈妈还可以交小朋友功课 算是一个比较价廉物美的一个 比较好的条件 好 那么到底我们的大人哥 帮我们的委托人找到了 什么样的好房子呢 来看这段 MISSIA 好的 思雨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刚拍的是 政大附中 我们为什么要来到木栅呢 因为我们这一集的委托人 他要在台北市的 明星学区附近 找房子为了小孩子 但是我们打探了一下 台北市的明星学区的房子 哇 不得了 随便都破满了 因此我们来到了木栅地区 像是这个政大附中旁边的山上 其实就有很多的物件可以推荐 那现在人已经来到这了 废话不多说 赶快出发 帮我们的委托人找房子 我们这一集的委托人呢 他希望找学区好宅 那我们找了好久呢 终于在木栅找到了很适合的标的 那马上请带我们来看房子的这个 吴先生呢 是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间房子 是 这个业主委托我们的物件呢 是在万寿路这边 叫做政大玉花园社区 本身这个房子的频数是48.72平 加两个双平面车位 这车位非常的大 那我们这个物件挑高3.6 新链的空间 以及是说整个环境都相当不错 这个房子没有电梯吗 它是属于公寓 所以我们刚刚大概算了一下 它的公寿比其实 公寿比只有16% 真的非常的实际 因为像我们现在很多新的房子 公寿比动辄30% 32% 那像这样子就是公寿比很低 平数实在的一个房子 真的非常适合 就是说换屋所够的族群这样子 它是实实在在的大三房 加一个合室对不对 是 我们这个物件的对外的交通 如果说您是坐公车的话 我们有中五中十一 还有五三零 甚至还有中二十一 到市政府的一个路线都有 交通非常方便 那如果说您是开车的部分来讲的话 是有北二高 有新一快速道路 那如果你本身又在 这个新一计划区上班 经由新一快速道路 我们这边开车过去 只要10到15分钟 相当方便 大三房的格局 环境也算轻庸 更重要的是 这个地方的学区 国小 国中 高中 都很不错 这边的房子是列列在政大里 市地属于就是政大附中的一个学区这样子 那国小学区的话是万兴国小 那国中的部分就是政大附中学区 在台北市各个明星的高中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它的房价是比较平易近 如果说像我们这边新城屋来讲的话 大概在45到55看物件 那像中古的房子来讲 它在35到40 好像相当不错 35到40 那真的还蛮平易近的 只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好了 今天带您看了这个 政大明星学区的房价 跟台北市其他明星学区相比 不夸张不到二分之一的房价 但是它的居住条件还有就学品质 其实不会比其他地方差到哪去 如果您也正在繁星小朋友的 就学问题 不妨考虑一下政大这个地方 那以上这个物件提供治愈 还有现场的来宾专家们 你们讨论讨论 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大人哥 今天帮我们找到 是在政大富中旁边 那么算是有一点半山腰上的一个房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基本的资料 总价它开价是1988万 单价算下来是34万 这个数字好像真的还蛮可以接受的 以这个妈妈来讲 总评数是72.4平 室内有48.7平 格局就有四房 两厅两位 公社比16.2% 那么这个公社比还蛮低的 另外还有两个车位 管理费一个月是3523 好 我们再来看看附近的生活机能 那么就是政大富中的学区 还有富小 另外呢 这个社区有很多张树 就是大树 山上嘛 然后还有樱花环绕 哇 好美哦 然后管理呢 是有24小时的警卫管理 那么交通呢 就是坐公车 那里没有什么捷运 离捷运站还有一段 好 我们先请嘉欣帮我们来看看 我们看到了这个房子 大人哥找到这个房子 那么从基本资料上看起来 哎 状况还OK吗 对 确实是还不错 就是说当然如果说 可能他对于生活的一个机能性上面来说 没有要求这么高的话 其实我觉得政大富中周边 真的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比较在乎 那种生活品质的客户 他会觉得说他希望 就是哎 可能上班的地方 跟家里头有一点点距离 那能够有一个所谓的 离城不离城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感受啦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个案来说 是还蛮适合就是所谓的双心家庭 然后他可能家里头有两到三个小孩 那如果说小孩子要就学的话 其实早上就是爸爸妈妈再去 再小孩子去念书 那可能晚上的话再一起回来 是 但是这样的一个房子 是不是感觉上就是 完全就是迁就小朋友了 对不对 因为就是旁边就是学区 那你如果要上班 是不是有一点距离 其实不会 其实在那里的这个交通也还蛮好的 尤其是如果说你习惯住文山区的人 像我住在新殿 然后呢跟就是跨过一个桥 然后就过来就是文山区 那我们常常一堆人 约在这个正大的后山 或是横光桥上面说 早上几点集合 然后去爬山 尤其是你爬正大后山 去张三四 然后那里的生活基本 就是你一住下来之后 你其实不想离开的 所以我觉得说除了学区之外 因为学区如果以这个正大附中 甚至接下来 比如说你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念高中 那但是呢如果再继续回来 比如说正大啦 或是甚至到台大附近 那其实它的交通方面都很OK 尤其是捷运的话 你就是到动物园站嘛 那不然的话就说 可能再远一点的话 就是新殿的这个淡水线 但是通常以那个区域的话 应该都是以动物园站为主 因为我们在正大念书的人 也都习惯在那个区域生活 那交通上面算是很OK的 是对就是念正大 或者是念附近学校 应该住久了 就是觉得那个地方 其实还蛮方便的 而且嘉欣其实如果你住在这种 像大学的学区的附近 其实生活机能会蛮好的 因为应有尽有 你要吃的 吃的就是给大学生 所以其实价钱上也蛮便宜 所以那些生活机能 应该算还蛮好的 还算不错 就算等于说 你可能在生活机能的部分来说的话 就像刚刚郁振杰讲 你可能葬山寺附近啦 那政大周边啦 那甚至于更延伸下来 如果你愿意到市兴大学这附近 其实他周边的一个金美夜市 也非常的方便 事实上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因为像我自己就住在文山区 我觉得其实文山区来说的话 它真的就是说 你会觉得好像相对而言 你的步调比较慢 然后会比较有生活的感觉 而且这个房子 我是看大人哥还蛮厉害的 就是说他如果找到这个地方 第一个考量就是 依我自己对这个政大学区的了解 只要你不受到所谓的猫懒的柱子 就是当时有一些移动 就是有一些位移的影响 就是土石流或什么这个受到猫懒的影响 那除了避开这个因素之外 如果他的房子的屋况跟条件不错的话 那我觉得以这个价位 像我原来住的新店 其实本来二十几三十几 现在都标到四十几五十几 那个标的幅度真的是很吓人 因为有的人说 我不要住在台北市文山区 我跑去住新店 对不起 现在新店房价涨得蛮惊人的 所以如果以三十几万 这样的一个价位来说的话 那我觉得价格是还蛮实在的 因为毕竟还是台北市 而且算是一个很好的学区 对 而且在政大附中的附近 这家庭带我们来看 它其实那个地方很多别墅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这个区块来说的话 因为它等于说是一个低密度开发 它有一点点像是那种 美式社区的一个规格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的话 它算是怎么讲 还蛮重视 你如果说重视生活品质 我觉得是还蛮适合在这个区块 而且这个区块来说 它有很多的大学教授 或者是说一些企业的中高阶主管 那会去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标的 那当然一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它市场房价相对比较便宜 你大概三十几万 你就可以买到还不错的 大概五年十年左右的一个中古物 那车位的一个部分的话 大概几乎是户户必备啦 所以其实开车的这个部分来说 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你能不能比较一下 在当地我们看到这种别墅的产品 还有一些像大人哥这回 帮我们找到的这个产品 它是不是在那个地方的大楼 跟它的别墅的价位上头 还有这个新城屋跟中古屋 我们怎么来调 其实如果说我们来看了一下 价位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 事实上可以看到 正大周边的一个价格啦 因为其实像文山区来说 大概几个主要的商圈 但是正大周边是最便宜的 因为它的生活机能来说 确实相对是稍微弱一些些 所以其实如果说 屋林比较旧一点的话 甚至于二字头还有机会 大概26 27 所以你要在台北市的门牌 你买到二字头 二字头你讲出去 你的朋友们一定非常羡慕你 那当然的话就是说 那可能比较贵一点的话 也许就是三字头 那有些新城屋的话 现在新城屋 大概也不过就是四十出头万而已 对 所以这个妈妈 如果她要这个 希望全家住在一块 然后为了小朋友的学去 这里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对不对 余振姐 其实我觉得当然如果说 以她本来就是选择 这个正大附中的学区 那除非你有别的地方的考量 我觉得如果以她习惯 住这个地方的环境 因为我认识太多人 住在木栅 然后觉得住的 住起来就是很舒服 就是有那个文教区的感觉 然后呢假日登山 各方面的生活机能都很好 而且我觉得比较起来的话 你说你还是要选明星学校 那在相对的在文山区那里的涨幅 我觉得算是还OK的 你看一下我们以这个北区的 整个明星高中的这个涨幅来看 你看四大附中附近 对不起那里一定是百万起跳 然后呢成功高中的这个中正区附近 那更不用说 那中山女中我自己念那里的 可能在五年前六年前 你还买得到三十几四几 对不起现在都应该百万起跳 尤其是由我们前副总统进驻之后 真的房价吓死人了 那新一计划区就是松山高中附近 涨幅也很高 那中正区那更不用说 你看涨幅最近五年 百分之六十九点三 真的是第一名 那个是北女中跟建国中学附近 那简直就是明星学期 超级明星 所以反而是景美女中跟正大附中附近 那如果说他要迁就 是在移到这个景美女中附近的话 那里的房价应该也还蛮便宜的 就是相对的就是在这两个学区附近 都蛮符合这位委托人的要求 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嘉欣姐跟郁珍姐 带我们来看到了 如果真的是为了小朋友念书的话 其实在台北市里头 然后在文山区里头 你要挑到这样的明星学校 那么特别是在正大附中的周边 不管是生活机能 有正大学区的一个生活机能 那么可能在交通的动线上 也有蛮多的公车 所以也还不错 但是呢这是很大的问题就在于 这位妈妈好像晚了一点 对 你小朋友都五年级 你现在跟我说 对啊 其实他如果早些 早些进入文山区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在2008年的时候 文山区的平均房价 才只有26万多而已 那如果说他那个时候 进入可能正大周边的话 大概也许可能20出头 大概212也许有机会 那你看到了2012年 我们今年来看的话 其实大概单价差不多 整个文山区大概41万左右 那大概你看这五年下来 涨了大概五成左右 而且其实文山区的话 他之后还有一些利多发酵 比如说环状县 那他现在有环状县 沿着木扎路的这一带 来做一个开挖 所以未来文山区的 他的房价应该还是会有一波的 带动的机会 对 所以呢我们刚刚就看到了 如果你也像这个妈妈一样 为了小朋友要梦母三千的话 恐怕哦 你要早一点哦 不要看我们这个妈妈 她说要买房子哦 之前也觉得柜一直没有下手 然后呢现在要下手 又觉得也不知道要挑哪里 所以买房子应该就是快很准 所以我们就是要快很准 然后为了小朋友也是要快一点啦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来我们就带你好好聊一聊 除了政大富中之外 其实呢这文山区 可以说是一个人文汇萃的地方 在这里感觉书卷气非常的浓 这里呢未来的房地产市场 还有什么样的好发展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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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